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这是我 那年的金马电影学院 人生第一次跟金马擦上边 后来不断的努力 终于凭借着这些角色 跟金马擦出了火花 看看这个上台的背影是不是很激烈人心啊 这不是我在后面鼓掌 那年我是金马的地獎大使 还偷偷跟主持人哥恭喜 大家好我是刘冠霆 金马很勇敢的找我主持星光大道 后来那年我真的好紧张 好像一场梦 刚刚背影我真的快眼泪掉下 继续主持吧 我就问下一位了 好下一位 应该是我把紧张演示的很好 接下来每年颁奖都有我 也很幸运的得了两座男配角奖 哎呦害羞啦 小时候我是一个很爱讲笑话的人 没想到有一天 讲笑话可以讲到这个舞台上 而今年 金马居然还能够更勇敢 找我当典礼主持人 而我只是一个喜欢讲笑话的人 不是闹笑话的人 各位观众 11月23号 一定要来看我刘万田主持的 第六十一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哦 哇真张哦 天哪怎么办